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 叫做听道与行道 我想这个题目非常配合我们的 就是门徒的这个旅程 我们教会定的主题 就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目标 我们的意向 我们的使命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使命 我们有了这个目标 我们要把它有策略性的活出来 所以这些年来呢 我们重复了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 我们称为这两年是弱势年 把我们的梦想 把我们在神面前有的负担 那么不单是领袖 我们沉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 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除非一起努力 我们不会看到这个成果的 所以我们会重复又重复的说 牢师传道领袖有时候 有点啰嗦 但是后来我胆子比较大 因为我发现耶稣跟门徒也是很啰嗦 所以我有合法的来啰嗦 因为耶稣至少提了三次很明显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门徒听不懂 耶稣亲自用这句话来形容门徒 他们迟钝 所以我知道原来人类包括我在内 是迟钝的 我们必须要错过同复又重复 我们才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 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叫做基因 因应叫DNA 所以我们知道这三年 不是这三年 我们这五年来 我们一直把这个思想 从五年前我们就开始讲突破 随时多方祷告 PDA 祝福 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生命一部分 展现门徒的美丽的生活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有的形象 在教会里面 在这世界上 那么我们都是演员 记得我上次在这里讲会谈到 我们大家不是观众 大家看讲牧师听人讲得好不好 好鼓掌 不好就上面讲糟糕 不是的 我们这里大家都是演员 包括牧师也是演员 因为我们好像一台戏 给全世界 给天使 我们来看 甚至撒旦也在看我们 演这一剧的 这个电影 这个舞台剧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做演员 而不是做听众 那你说是啊 我明明坐在下面听啊 再一次重复 我上次跟他讲过这一谈道 你们来是熟悉剧本 我能告诉你剧本 什么演的 不在这里演 回到家才演 那个时候你发现 糟糕 剧本不俗 怎么办 所以每个礼拜来要温习一下 还有剧本的细节在哪个地方 然后我们回去演戏 把真事的事情 把它真板地演出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存在在礼拜坛里面的 这个真正有的态度 各位 你们来听到不是消费者 因为你们有奉献了 牧师一定要把道奖好好 这个叫消费者主义 崇拜不是一个消费者主义 我付钱 你serve我 椅子要做得美美 冷气要开得大大 我想受得在那里面听 不错不错 这个呢 叫做观众 这个不是演员 记得 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观众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演员 所以记得 这些东西我们多年来教导呢 就能化成我们生命的部分 而这些的所有东西 我今天要把它换进 今天早上要讲的主题里面的经文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的第一条 如果你不懂我们核心价值是什么 连这个字还是还没听过的话呢 大概你都没有看到 每一次我们打的广告 在上面说 我们的核心价值有七条 第一条是什么 第二条是什么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因为呢 细以为禅了 迟钝 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第一条呢 我们的核心价值 让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要遵守我们的意向 应该要履行我们的 这个使命 应该要把策略实践呢 我们知道是 直根与神的话语 这是我们第一条 第二条是什么 不懂 因为我们有被使戒 这个不是使戒来的 第二条是突破的生命 所以我们有 承认自己的 这个 这个brokenness 那么是我们第二条的 当然大家不用担心 你现在手机很厉害 上去我们教会的网页 里面去压一下 价值观在哪里 全部在里面 可能连我们的网页 你都没有看过 所以呢 大家记得 我们一起熟悉 上帝的话语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见 雅各 也非常担心 因为雅各 已经比保罗 这些人比较晚了 后来发现呢 真理是很熟悉 但是呢 真理行的 那个程度呢 是很弱的 这个是普遍信徒的问题 包括 我在内 你在内 我们听 确实听了很多 我们今天不是缺乏听 加上有这个 网记网络之后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 更广阔的 我们在礼拜堂 没有听到的 很好的信息 我们都听进去了 现在的书 也比以前多得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书 这些绝对不缺乏的 但是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行到 所以因此的雅各 在这里呢 一样的再说下去 把神的话语 深化 能够变成行为呢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这段话里面 很重要的 要教导的 那么 我订的题目 先 第一个标题呢 就是呢 反应与回应 所以心理圣经呢 刚才主席跟我们念过了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原来你们都懂的啦 其实我不必说啦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说过了 因为你们没有做到 所以呢 我再说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早上 你听到 又是觉得很啰嗦的话呢 那是对啦 因为呢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你不喜欢 再提醒 再提醒 你觉得是很啰嗦 但是问题不是在那里 问题是呢 你是听了 你没有做 对吗 你看为什么妈妈觉得 有时候你觉得 你妈妈很唠叨 就是因为呢 孩子不做 不听话 对不对 所以你要重复又重复 这一点我们很能够 这个感同身受了解 为什么天父呢 会有重复 为什么讲言有时候呢 把一个旧的题目 又拿来讲 那么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就是要 让我们该知道事情呢 把它变成行动 那么其实 每一次呢 都听 再多行动呢 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见呢 首先呢 就是第一件事情 在这里的教导的是 但你们个人呢 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所以 各位快快地听啊 你们要 今天假装能 抓到多少的 你要赶紧地抓进 换到你的 那个记忆里面去 下一次里面去 然后呢 慢慢地说 你不要在下面 太快地 这个 反应 你说 又来了 又来了 你不要先这么快 要慢慢地 消化 所以有时候 我们说 我们要 我们要吃一顿大餐之后呢 我们慢慢地 去品尝它 消化它 神的话也是这样 就要慢慢吃 也快快消化 那等于没有吃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没有真正品尝到 所以要慢慢地说 然后呢 要慢慢地动怒 因为呢 有些东西不干你 那么不干你的时候 你就说 我爸 我不管它 但你就把好东西丢掉了 所以这里呢 雅各提醒我们 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所谓的动怒的话呢 一定就是呢 你看到神的话呢 触动到你 你不太愿意改变 你知道神的话 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会觉得不舒服的话呢 那就是圣灵已经告诉你 不对啊 我们通常不太喜欢 那些跟我们生活呢 能够搭配的一些的 这个教训 我们通常说 这些不是对我讲的 是对戈壁那个人讲的 我们的问题就是呢 我们不喜欢听 不好听的话 圣经里面有一些 不好听的话的 你知道呢 对我们是好的 但是呢 我们依靠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就生气 那么讲言又讲的时候呢 你们好像没有什么题目好讲了 不能讲一点好听的话吗 那我们就会呢 下面的句话就像呢 因为人的怒气呢 是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 上帝设计你呢 命定里面呢 是美好的 但是呢 当我说到你的不好 要让你改变 正会好的时候呢 你自己成为 你的怒气成为了 你成为一个更好 更善良的人的那个旅程 所以呢 雅各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 值钱在哪里 神的值钱就是 你敢面对 上帝的话语 让你生气的时候呢 让你呢 去重新思考以后 你改变你的生命 而你发现呢 你会越来越成为 一个有气质的人 而这个有气质的人呢 实际上是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让我们走向这条堪庄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的 成圣的生活的这个路 是存在的 那么所以 我看到这段话呢 总结呢 就是我们可以学一个 一个名词 那么大家呢 两个动词 我想可以帮助大家呢 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然后总合起来呢 就是呢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 今天早上对我们说 我们读了一篇文章 好像是针对着我们说 或许呢 是我们看了一个短片 是属灵的短片 很激动我们的时候呢 那我想 我们不要react 我们要response 这两个字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react是什么呢 我们说 我不要 这个呢 叫做没有经过大脑 你明白吗 react就是呢 我即刻反应 就好像别人说 你不应该生气 我不管 这个叫做 回应 这个不是 叫做反应 不好反应 英文比较好 反应 因为反应和回应 在我们中文里面 好像都一样 但是英文里面 是有不同的 我找不到好字眼 就用这两个字了 你用英文来就明白了 但你知道人家为什么 你会给他激怒 他生气的时候呢 你不要生气 你要想一想 到底别人在讲什么 是他的错呢 还是你的错 如果是他的错的话呢 那你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回应呢 而不是反应 因为呢 如果他很坏 你也很坏的反应 你跟他也差不多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 狮子呢 不会对着 后面吠他的狗呢 转过头来看的 因为他是狮子 你明白吗 如果呢 那个狗一直吠他 那个狮子也一直 吼吼吼吼 那他跟狗一样嘛 但明白意思吗 你忘记了你的尊贵的身份 是不应该有这种幼稚的表现 人家幼稚 你也幼稚 这就是说 回应 你明白吗 你跟着别人的情绪来回应 那其实你 我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这不是雅各告诉我们的 我们听了 我们慢慢去思考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有一个 response response有点不一样 当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即刻的去回应 我们可能经过一个晚上 祷告 你发现第二天 你跟他说的话是很不一样的 或许你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 带有智慧在里面 所以各位 这很容易应用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面的 当我们在公司里面 不顺遂的时候 当我们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个有教会里面做礼拜 灵修祷告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react 我们是response 那各位 我自己 一直操练这个 这个提醒我自己 尤其呢 那些对你不利的东西 出现在你的 这个 这个 生命里面的时候呢 冲着你而来的时候呢 其实让我们 哪怕他 退两秒 退十秒 退二十秒 冷静一下才回应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呢 你都 不容易犯错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里的一个学习 下来呢 就是什么呢 我想呢 这里提到神的义 因为这里呢 基本上呢 怒气是因为 当我们知道神的义的要求 是什么的时候 你引起我们的怒气呢 因为我们 泪在生命里面呢 还是有破口 当我们的伤口 被上帝的圣洁的话呢 这个触碰 触摸到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伤 很痛 所以呢 我们尽量想避开 那么 所以呢 因此呢 上帝还是把我们 带回到 原本的轨道上面 因为呢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要 我们知道 我们的问题呢 关键呢 还是在我们 里面生命的破口 我们叫brokenness 所以呢 这里提到呢 说你们脱去一切的污蔚 和淫医的邪恶 什么叫做污蔚呢 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不道德的行为 脱去呢 也就是呢 要穿上 你都不脱了 你再拿一件衣袍穿上去的话呢 更臭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脱去 那个不 不道德的行为 以保罗 以及 雅各 那个时代的社会里面呢 跟我们今天也没有差太远呢 就是淫乱 污蔚 常常是指的 不道德的行为 这一点呢 你自己心里面知道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污蔚 还有呢 就是呢 淫移的这个邪恶 有一点走位 我的电脑跟这个电脑 不configure 应该是在那 淫移的邪恶呢 淫移的邪恶呢 就是呢 这也是 这些东西都看不见的 这些呢 其实真正呢 是让我们感到 神的话 责备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不喜欢听 因为我们正在 这个环境里面 神的话 当然就对我们 特别敏感 淫移的邪恶呢 我想呢 就是包括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 看不见的 我们表面看起来很好看 实际上呢 我们内心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意图 这个意图呢 可能是我们的自私 可能是我们想要报复 可能是我们邪恶的 这个心机 有一套的电影叫 公心机 那么就是这种 这种你看不到 他那个样子 是有什么东西 但是里面 你知道想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不要看别人 看自己 我们里面有这个东西的 那么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你不正常 我应该说 这些是我们人生命里面 一直存有的罪性 而上帝的道呢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洁净 让这些东西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断地去 被洁化 离开 让我们能够进入到 这个完整 包括占便宜 也是一种意图 这里呢 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看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一些字眼 我那天在预备的时候 我发现这两个字眼很特别 一个就是 我们因为圣经观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感到很生气 我们很不想去面对它的时候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要生气 因为神的话是温柔的 所以你的态度要改 你反而要温柔的 对待神的话语 你的怒气是不能够 成就上帝的意义的 当你温柔的 对待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祝福的是你的 你不愿意呢 还是生气下去的话呢 你不要温柔 对待上帝的话语的话呢 那你只能够越走越远 那你的生命呢 即使不单自己 不断地亏损 你也不能够祝福别人 我们生命要祝福别人 对不对 祝福自己 也祝福别人 这件事情 当我在一遍一遍一遍的时候呢 一女王星期四 就安息祖怀了 所以我后来呢 在很忙碌之一呢 看一个小短片 给他一生的一些的评价 那我发现 看了这个短片呢 比我过去呢 更加认识这个女王 所以我们知道 一个人死的时候 就有盖棺定论了 还没有死之前 不要讲太多 那么她的确 在她的人生走到 间接的时候呢 九十六岁 我发现的确 这个阴女王 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阴女王 那么古代 不是古代 不是很古啦 之前呢 维多利亚女王也不错 那么英国里面呢 下来就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呢 那么非常出色 那么她执政的是说 在王位的这种的岗位上呢 应该是打破世界纪录 她在舞台上面 一个女生能够挣不久 我相信她有很特别的气质 在里面 那她的死亡之后 我看到呢 一个短片上面呢 就写了这几个字 来给她的一个评价 她说 善意胜过怨恨 宽容胜过报复 慈悲胜过愤怒 你知道呢 丘吉尔的时代 这个孩子 这个老人家已经出世了 那个时候呢 丘吉尔看到这个小女生的时候 才两岁 她站在旁边说 这个女人将来又会做大事 她没有想到这句话 是成真 后来成为呢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个伟大的 这个君主的这个象征 你如果看伊丽莎 基本上我发现呢 她是一个很慈祥的 这个女王 充满着笑容的 我们就知道呢 她为什么是这样子 那我看这段电影 是外帮人拍的 她这段电影里面 就前面 你们喜欢看 我会送给你 她讲了几句话 她说 整个里面 只有那个地方讲基督教 她说 英女王受到基督教 价值观深深的影响 然后呢 就讲了这几句话 善意胜意仇恨 宽容胜过报复 慈悲胜过愤怒 那么当然 电影前面也评论一些东西呢 一些东西曾经 英女王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呢 包括后来她的媳妇 大家也知道 事情呢 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呢 我们看英女王呢 九十多岁后 她依然的 带着很崇仑的心 去面对 她说她 有绝对 以她 这么多年的权力呢 来对付她 这个 批评 玩世里面的事情 但是呢 她说 就是这样吧 那是年轻人的一种的 她自己的生活行为 这样子 所以她没有去追究这些事情 那这句话就出现了 当然包括很多很多 善良的地方 所以各位 你就发现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当我们不发怒的时候 我们回去那个温柔的 神的道的时候呢 上帝改变了我们的气质 我觉得她说 我九十五岁了 这么还跟年轻人去斗呢 我跟年轻人斗我啊 九十多岁还是老朋友 对吗 所以呢 她非常成熟 到这个时候 她的态度 反而得到 大家都尊敬 这个是我看到这一套电影里面的 小片里面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今天早上 我不是 特别 不是她的粉丝 但是呢 我紧然呢 这个 金星会的宴展呢 在我们一个同组里面呢 post了一个这样的文字 是她写的 原来这个 完美中 曾经在我们这里 讲过道的牧师呢 这时候刚好在英国 所以呢 你知道呢 他们大家就追念她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呢 就有一些的东西 让他们能够写下来 缅怀呢 这位的女王 那么这一章就是 昨天 就是这个完美中呢 这个牧师院长呢 在那边写了几个字 Your testimony for lifting of your crown and the putting under the feet of Jesus is so powerful Bye and see you See you up there Jone on 就是呢 这位的院长 那么这句话 放在中文什么呢 他说我敬佩你 就是这位院长 对这个英女王说 能够 因为呢 你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非常敬佩你 他说 要见到耶稣 就得呢 摘下自己的皇冠 放在耶稣的脚下 一个皇 我们呢 不是皇 我们讲这句话 很容易哦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都没有皇冠嘛 是不是 一个真的有皇冠 带了五十多年的 一个皇冠的人 能够讲这句话的话呢 我想 这句话 院长认为是very powerful 你跟我的见证 在全世界呢 没有人听得懂 但是伊丽莎白讲这句话呢 因为她已经得到 全世界对她的肯定 温柔跟愤怒 我们看到从哪里来 因为这个人呢 我不可能讲她 她是一个完美的人 因为你跟我也不是完美的人 但起码呢 她的生命生涯里面呢 她绝是把 所听得到 不少的成分 把她活出来 带了这美好的气质 温柔 然后在里面呢 这神的话呢 这带有温柔的 然后下来呢 有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温柔的心 不是愤怒的心 愤怒的心呢 你今天离开这里以后呢 搞不好还差 没差一点 把圣经丢掉 但是呢 如果你是温柔的心 你更会想 今天再重新看这段经文 圣经说 那个道已经在你里面 你重新得救的那一天 那个种子 上帝温柔的 已经种在你心里面 你要让它茁壮成长 为什么你一直呢 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 没有给它下肥 让它成长 这里呢 就跟救恩呢 这里连在一起 雅各 他说 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 那难道我没有得救吗 不是的 我们肯定是得救的 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乃是呢 第一章第四节 已经告诉我们的时候 你要在艰难中间 你学习忍耐 因为忍耐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并记录到完备 英文是complete 所以当亚各这样讲的时候呢 是指呢 我们救恩生活上的完整 意思就是说 当你得救的时候 信耶稣那一刻呢 你地位上呢 是完全是得救得了 但你的生活还没有跟得上来哦 你的生活是 你看你自己的努力 让神的道呢 能够砸根在你心里面有多少 你这个人呢 就能够进入到 你在这个世界上 很快比别人更完美的生活出现 就是说 这是有能力的 神的话是这样子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呢 样子还是很不像样呢 因为有一些人 比较快让神的话语 在他里面生涯成长 有一些人呢 比较慢 所以有一些人呢 两年都已经变成一个 很出色 让我们很欣赏的基督徒 有一些人 后来五十多岁 我觉得越来越不像基督徒也有的 对吗 你承认吗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 就是雅各这里所说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 温柔的道 能够祝福一个人 为什么你不让找一点这种生命的气质 因为神的话改变你呢 就在乎你的选择 神的话是不是只跟在你心里面 那个种子 你是不是 那个有没有去照顾他 让他去成长 每一个礼拜来这里 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听到呢 就是让这个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 我们不懂 牧师帮我们解释 然后呢我们呢 继续领受 让这个道在我们里面呢 生根 扎根 然后呢 开花 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哎呀 那个弟兄也开花了 那个姐妹也结果了 我呢 果子全部掉完 没有下肥啊 还有呢 空虫来的时候 我没有没有去抓 今年 牧师楼旁边那个榴莲 我有点难过 我照顾得很好 哇 那个花开很多 掉到只剩下五粒六粒而已 当然我还要研究 为什么这样 有 树很大 果子很少 被讲榴莲 我失望了 神对我们也是有期待的 对不对 你更要对自己有期待 那个期待是祝福的期待 英女王九十六岁 盖棺定论了 整个关键在哪里呢 各位 让你能够改变 你的气质 进入到完美 不完美是正常的 不展进呢 是有问题的 你记得这句话 我重复重复在台上 一直讲的 那么imperfect is acceptable but not growing is not acceptable 一个孩子生出来 不会走路 是可以接受的 二十岁了 还不会走路的话 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你天天只喝奶 喝到二十岁 是不可以接受的 你这个时候 应该吃比较硬的干粮了 这个就是 保罗也将教导的 神的话 就是这里的重点 拯救过程的推动力 能够让你彻底性的改变 就是在神的话 所以今天呢 你去看见呢 这座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了 因为讲了这一些 我们知道就下来 听道与行道 也就是我今天早上这个题目 让门徒能够真的落实 我们不是不懂 但是呢 关键是在呢 我们听 我们没有行 所以这里呢 就是呢 五年了 我们还是老样子 我们还在那批评说 好像你们没什么好讲的样子 天天讲这个东西 因为没听得懂啊 是不是 听得懂就不必说了 其实听得懂 你会听更多的 对不对 因为你挖得不够深 所以这里说 这句话要念了 我们念二十二节 跟二十三节 到二十四节了 一起来念 下面我再说 要怎么样实践 请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 就像人对着镜子 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这里呢 说到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你说有啊 有啊 有什么时候 五年前听过一次 我有行道 后面呢 后面懒惰 所以这里呢 就不是雅各说的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言文箭底里面怎么讲 言文里面这句话呢 有两个特色 第一是一个命令的字业 所以讲话的时候 你们要听道 是这样来讲的 我们平常看 你们要听道 那你听不懂啊 所以呢 这句话呢 在言文的口气里面呢 是imperative mood 原来希腊文里面呢 还有语气的 语气就是说 他把那个 那个人的那个情感 也换字里面 这个希腊文很特别地方 我们中文看不到 英文 希腊文里面用的 这个叫imperative mood 我在神圣语度过希腊文 所以呢 我不是很厉害 不过度到 我有一个晚上睡不着 因为我怕不及格 所以有读一点点 听过一个字叫imperative mood 就是说 很有力 一种命令的 一种的字眼 用在这个字上面 希腊文表达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把它当作命令呢 你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的 而雅各用的字眼 是一个命令 意思是你必须要听到 必须要行到 不是听到 然后呢 这个字呢 是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你如果懂英文的话 你就知道呢 它不是一次过的 它是重复的行 重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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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观世这句话 你好好回去 会想一个早上的 我们也没有真的明白 这句话里面所讲的要求 就是呢 你要行到 行到呢 是这里的 最关键的一个字眼 所以这里说 不要单单听到 听够了 不是听够了 还要再听了 但是比这个听到 更重要的 我们缺乏的就是呢 我们要行到 因为如果没有行到的话呢 自己骗自己 哎呀 每个礼拜这里 听完了 不行到 又骗一次 下个礼拜再听一次 又没有行到 再骗第二次 哇 是谁骗呢 自己骗自己 好吗 好 好 好听吗 好 神的话语解释的好吗 好 但是回去以后呢 没有做 自己骗自己 你说的好是假的 虚伪的 对吗 所以这是这里所说的 不要自己呢 欺哄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说的 好 下来呢 我这里是带着提一样东西 因为最近呢 我们不是想突破吗 大家一想到突破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突破赢 对吗 我自己觉得今天大家 这里也改一点的 我们的行为行动 来配合教会呢 让我们不断地突破的生活 因为人没有突破的话呢 人等于是没有展进的 一个树呢 它能够展出来 要突破那个种子 上来才能够成长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要等到突破赢才突破 我们知道呢 感谢主有很多姐妹 报名上次突破赢 我们也看见很多弟兄过去 那么又要来一个了 你还没有报名 赶快啊 好像今天是最后啊 我们生命一定要不断突破 因为突破的生命 是个成长的生命 那我建议还有一个东西 是每一个礼拜 每一天你都突破的行为 就是你灵修后 你要告诉我今天 小小的突破是什么 写下来 你如果没有一个礼拜 至少在听到完以后 你在离开这个座位之前 花三四秒 更感动一点 一分钟 你告诉神说 今天我听到什么 我求你帮助我 我知道我很快忘记 让我这一点点有所改变 52个礼拜的祷告 做五十二次的突破 如果有三样的突破 祝福你 对吗 这个东西从我们的行为开始的 各位 每次上会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哎呀 我们去吃拉萨 去吃咖喱面 去 那个什么 你看我都忘记要讲什么了 那是一人吗 试试看养一个习惯 不要太快走 当我们上会以后 What are you going to take away today 我这样take away 就是上帝打包好的 那一包不要拿走 忘记拿走 那是最美的一个 一道 这么多菜里面 你想打包的是这一包 我不要告诉你 所有都拿完 那一包最好吃的 猪脚 猪脚酸 酸 猪脚酸 那一包带去好不好 因为感动你的 跟感动他的是不一样的 他明白吗 但是如果连猪脚酸 都没有拿走 太可惜了 那么开胃 都已经开胃了 你还不打走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上会呢 如果你今天很早走 对不起 我如有雷同 纯诗巧合 我不是责备你 我知道你要敢去生孩子 没有 因为家里有人生小孩 你要快点去照顾 要不然家里有个老头子 你要去 这个可以 回家后在家里 你只在那边坐下来 三十秒 告诉神今天你听了什么 那最感动的一部分 跟神说 我要这一点 有一点点的进步 你帮我可以吗 你试试看 你到年尾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成绩 我告诉你有 冰女王又多一个了 因为温柔的道 会感化我们的人性 让我们生活的救恩 感散我们本位的救恩 上天坛是没有问题了 不过你不像一个基督徒 这就是门徒 门徒之路 上位以后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好吗 不要充充满满就走 那这一点呢 我也鼓励大家 做一点小笔记 有时候是好的 甚至你自己的圣经 太漂亮了 有些根本就没有带圣经的 现在 在里面写东西 你觉得很好 今天经文在哪里 那么写几个字 那个行道把它画起来 都够力了 我跟你讲 都感动你万分了 所以做了点笔记 Michael赶快做了 然后呢 下来你要做其他东西了 详细查看 那全备 神的话是全备的 因为是神的举事 我们要详细 我们有时候 就是麻麻糊糊的 手机看得很详细 圣经呢 睡着了 我们从来没有详细 查看的态度 来看神的话 难怪我们就不行道 因为认识不深 怎么会能够有感触去行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道是很厉害的道 它是使人自由的律法 有律法 律法好像跟自由是顶撞的 二次你发现 律法到最后是让你进入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这是雅各亲身的经历 所以你的圣经有多久呢 没有在日常日子里面放开来阅读呢 发霉了没有 生蘑菇了没有 应该收割啦 煮那个鸡汤面 圣经有没有阅读 每天有没有摸一下圣经 我不是想摸啦 要看一下 哪怕它一分钟好不好 看一节 诗篇看一节 一百五十篇你看三年了 还没有看完 一天看一节都可以 从那边看越看越多 因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西看那全被死人 自由的律法 律法不要以为是挟制我们的 那你想错了 因为自由之律法呢 意思告诉我们 那是让我们从生命里面的恐守 被真正示范出来呢 是因为你遵守神自己的话语 律法不是要挟制我们 律法是要保护我们 看你怎么看律法 圣经苛刻的要求 看起来是很苛刻 它好像一道的篱笆 篱笆看你怎么看 你觉得篱笆很麻烦 但是呢 篱笆是保护你 不要给动物吃掉 所以如果你知道 篱笆是保护你 不要被动物吃掉的话呢 那就是呢 篱笆是爱你的 不是要害你的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害你的话呢 那篱笆丢掉好了 那你给动物吃掉也算了 对吗 所以神把律法给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他怕我们被这个世界吞掉了 所以呢 他为我们围了一个篱笆 干嘛你把它拆掉呢 为什么你老是觉得 上帝很麻烦限制你呢 你从来没有想到 神是这么爱你 来为你做这个东西的 你误会了上帝 造成你今天这个样子 最后呢 真为的信仰 所以圣经这里呢 告诉我们最后 行道之后呢 我们要获出真正的虔诚 所以这里有千层 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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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千层呢 你不千层 最容易看出什么呢 舌头 一个人呢 一听他讲话就差不多了 你的讲话 你的发怒 所讲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出 所以呢 这里呢 起到舌头 要乐住自己的舌头 所以意思说 若没有敬虔 而生的行动呢 敬拜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敬虔存在 但是要有一些的行为 要表现出我们的千层 其中包括了 我们懂得 我们的谨慎 我们的原形 我们的言语 那么还有呢 下面有说到就是呢 我们实际行动里面呢 也真心的在我们千层里面 很自然就会关心人的 这里提到孤儿寡妇 那个时代很多孤儿寡妇的 所以今天 我们周边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千层 不是只是挂在嘴边 那么呢 是真正带来行动的 那真是 真为的信仰呢 也就是呢 我们敬畏神的 敬虔是从敬畏神而来的 呈证一个很敬畏神的仆人呢 那么为了信仰坚持呢 他损到 损到时候呢 他的徒弟们呢 就在他墓碑上面呢 写了这几个字 因为他活活地被烧死 为了信仰 这个墓碑上面呢 他的徒弟这样写 他什么都不怕 因为他怕神 所以呢 当他一定要站立出来的时候呢 他面对死亡被火烧死也不要紧的 所以很好 正能够代表这个 所以你们的墓碑上面 如果还没有想到写什么字啊 赶快抄下来 这个不错 因为可以代表你自己 但是我很担心 我们的墓碑 根本不能够写上这句话 我们的墓碑呢 是写上这句话 我们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上帝 这个比较代表你 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们什么都怕 怕找不到男朋友 找不到女朋友 怕没有钱 怕穷 怕鬼 怕黑 怕小老鼠 大老鼠 怕无功 怕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呢 怕不怕神呢 不怕 迟到 管他 你没有灵修 我们没有在乎 需要祷告吗 懒惰 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你怕吗 就是你从来没有怕神 你才怕鬼 你的人生里面太多害怕了 只有一样东西你不怕 你不怕神 金钱是从怕上帝来的 这就是金钱 改变你的行为 最后送给大家汉堡包 因为快要到午餐了 还没有了 十点 这个morning tea 三样东西 在这段经文今天早上讲 前面讲到呢 我们不要生气 那种是一种行动来的 所以17节到21节 讲到这方面的道理 后面呢 讲到千层 所以这边呢 有三层的东西 我们知道讲到 千层里面影响 实际的也是行为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中间 就是要行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到 没有行到呢 前面两块是不存在的 所以汉堡包 我问大家 最好吃的是哪一片呢 上面那一片 下面那一片 你们说哪一片最好吃啊 雅各呢 给我们一粒汉堡包 他已经把里面的馅呢 换在里面的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让你被改变的 就是行到 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 今天我们听得到好吗 我们来唱 我将你的话缠在心里 也把它行出来 一首老歌 那次呢 一直回响在我的脑袋里面 我觉得让它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将你的话缠在心里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歌 你的话 把它变成你的祷告 主啊 我把你的话缠在我的心里 我将你的话缠传在我心里 别等我的罪你 别等我愿意 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声音 祝我骄傲借灯 祝我如山的光 连地藏苗过去 你的花却产生 天地将泪光 你的花却产生 我像你的花却产生 藏在我心 免得我的罪你 免得我眼里 噢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声音 做我骄傲借灯 做我路上的光 祝贝啊 我们的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知道你的花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在你面前得罪了你 愿天父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 我把你的花 换到我们心里面去 我好好行你的花 我们知道就对我们的生命 必带来祝福 也祝福别人 主啊 我愿不单是一个 听到的人 我要更是做一个行到的人 这样的祷告 封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